喂 孟儿 姐 黑色警报 赶紧回家 出什么事了 咱妈因为你夜不归宿 正牵着我哥呢 马上就到我了 你赶紧回来 一天做事应该当了 你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有宵敬啊 你没出现这钱 我家没这鬼 你看看你走到桌上啊 就你们三个人 吹头丧气了 没个笑模样 我今天我就是笑不出来了 你不笑你怎么做生意 王星星啊 你回来了 聊什么呢 气氛那么严肃啊 笑一下嘛 你别闹了 你妈本来就烦我 我妈现在没那么烦你了 要不你进去待会儿 我找死啊 最近想到你妈就心虚 这这样见到面 话都说不利索 诶 陈麦冬 你丑媳妇也要见姑婆呀 那我也得有心理准备呀 没事 那女婿怕见赵娘当的名字 你怎么瞎成这样啊 你也不嫌害臊 你们俩才哪儿到哪儿 我就成赵娘了 就当是我一朋友 你去拿个神招 我不去 廖姨 王医生 这是最新鲜心的机会 好 我看看 我们再救救林妹妹 再救救林妹妹好不好啊 林奶奶的 最想要的就是尊严 董子 我真没想到 林导廖身边还能有个亲人 只要您肯说句话 咱郑啊 不都是你的亲人吗 是啊 很幸福了 所以姨奶奶 姨奶奶情愿了一辈子了 我们就给她留下最后这份尊严了 你别蒙我啊 这真是我的幸运色啊 你以后啊 天天呆着 今年 专抱你有好事 你说这时间过多快啊 咱俩啊 更是小手拉小手了 到现在 老手拉老手了 所以老姐姐 我相信 你肯定能熬过我不再的日子 而我呢 也希望你真心地对我说一句 林妹妹 你这一辈子 干得漂亮